早期的學習教學 大概是在六星年代的時候 我先說一下 早期的學習教學 來到三年代 經文叫做 那小學的學習是以口語優先的 認為語言學習是一種習慣的養成 因此語言的學習 類似於分析 什麼意思叫做魔法學習 也就是說語言語文化學習 要維持在自己語言語文化學習之中 因此它是一種認知學習的衍生 是一種結構性的行為性的學習 所以它正常是 你要透過結構 掌握語言的適當技巧 當你在講話的時候要這樣 比如說 你今天看到人家是 問人家 別人問人家也聽不懂 人家說 這正常是愛朋友的考人 對不對 就是跟他學習的 那看到人家這樣講 那問人家的時間 What time is it now 對不對 這麼多時間 那用一個 問句嘛 所以一定要問句 問人家問 What How 問句 所以你要語言結構 可是 其實這英文是 這個語言學習的概念是錯誤 為什麼是錯誤的 因為 我自己出了一本書 這不是只有請講 那書好像 別人說 那學校沒教的 用口語 這因為很好笑 是 跟島外合作的一本書 他們說什麼 因為 這個島外說 他在台灣很激情 他們是總覺得 我們的學生講的文化都是對 可是他總覺得他 非常難過 我不想怎麼過 第一個是 我們 我們 課本教的 How do you do 是這輩子裡面的課本 可是我們這課本 How do you do 沒有 還有小學 大概大部分都沒有 大概大部分都是教 大概 美國的上網 就是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為什麼不會 出現在我們的國中 跟國小的 會報課程 出來 因為How do you do 很聚乏結構 蠻難的 因為他是個 進行式的概念 可是他用How do you do 又沒有問你在做什麼 他用的是一種 口語的 一種打炸東西 也沒有說 How do you do I'm doing I'm cooking right now 他不是問你這個東西 對不對 他不是How do you do 他用的是一種 函旋 所以剛剛很複雜 所以我們不知道怎樣 How do you do 然後問了How do you do 然後問了How do you do 問時間 因為這是聖誕是什麼時候 可是事實上 可以知道 老外也會用How do you do 對不對 他都問什麼 Do you have a time 你有沒有時間 No I don't have a time 你回答他說 沒有我騙時間 他覺得那 沒有時間 他說 那你問他 你有沒有空 因為我們會過 所以覺得他很複雜 你馬上來的錢 過上來 那西方人 喜歡用Do 我們常常說 What's your hobby What's your hobby 這種U do 這種話都沒有錯 你在情侵上的錯誤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問 你的Hobby是什麼 因為我們通常 那如果沒有Hobby怎麼辦 那有個問 What's your plan for future What's your career plan You have a career plan career plans 唉 照不照 我看career plans 所以他朋友 畫一個卡 來直接問句 他不知道 Yes No What should No You have a plan for the future You have a plan for the next 20 years Oh I haven't thought about this 這是個可 那因為你有一個 Yes I Yes 或 No 如果他有朋友的話 他就跟你講 如果沒有朋友的話 可以講 對不對 那像類似這個方法 我們用YES No 來代替 What 跟Hobby 這是在前進裡面的 真實的訪問訊訊 裡面會出現 可是我們根本上 如果用語法結構的話 我們大家在教的是 YES No Q 現在分子夠 分子夠 大家都會用分子夠 可是我們在大場的時候 學生在考試之間 其實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很少出現分子夠 幾乎 學生最喜歡用的compercentage 是because 因為中文寫經會 所以 because 像我會用那個 因為事實上英文學 真的用because的機會 其實很少 可是我們學生很想像 講話也是用because 一堆的 但是我沒有教學生說 什麼時候要 要分子 你有沒有告訴我 什麼時候要分子 什麼狀況之下要分子 分子的用法 分子夠的用法 跟會 我們是一次告訴學生說 當成存東西的時候 那前面也覺得 複製子去 可以改成分子夠去 可是 你有沒有告訴學生說 什麼時候要複製子去 什麼時候要分子夠去 包括我們主動感被動 配到好主動 我們告訴學生 什麼時候要用主動 什麼時候要被動 其實 單用主動的地方 絕對不能用被動 要被動 絕對不能用主動 大家分子夠的說 絕對不能用 複製子去 要複製子去 要複製子去 也最好不要用 他們倆是separate 他不是等號的 不是代號的代號 可是我們也沒有教他們 怎麼樣用的 我們實際上是怎麼用的 我們大部分都教什麼 教一些比較 比較機械性的 比較機械性的 也要不是叫做情境事實 那情境事實實上是在 我們大部分都教結構 然後這樣是發音的結構 然後這下去我們用 語言情境回應的能力 我們想說 什麼時候要講什麼話 什麼時候要講什麼話 那接下來是我們用 基本的句型的能力 基本的句型就會有 其實會 我們相信一件事就是 舉欲馬善啊 我知道這個句型 我知道這個句型 我知道 Do跟This She likes my watch Does she like my watch 我們知道會用什麼 但如果 She likes my watch 這個東西 我們要寫的時候 我問問題喔 那如果 那如果 如果這個句話 誰會這樣問的話 我就相信 He likes my pain 選擇一定會 這是He likes my pain 因為就是 句話結構就會有轉換 我們就想像 我們所有人之交流的人 對不對 但是都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問題是 其實 知道 跟會用 還有很大的區域 你們能發現你的學生 如果你考文法規則 真的是他考的 He likes my watch 他都考對了 可是如果 叫他造一個句子 他就什麼 他就錯了 你知道我說 你叫他去改規則 他會改 可是真正 因為他講話的時候 He likes 都會加S 我會說 我曾經做過 我們在這裏有正大的學生 我以前做過 我們正大大一的學生 大二的學生 大二的學生 到了 在考S 或者在考英文 我用教國文學 來造小學科 我會說 他們還有第三個 是 忘了加S 其他過去 要加Ee 還會錯 可是 他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 你都已經是 正大進正大 其實都是 當中非常好的學校進 他會錯 還有研究所不會錯 那為什麼會說 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麼 沒有這個習慣 都忘記 可是你知道 我做了一件事情之後 從此 全班 全校 全班都沒有人 忘記這件事情 因為我說 都為了掃加一個S 掃加一個Ee 一個字 扣分 扣分 全班 全班 從此之右 這個問題完全消失 完全消失 你幹嘛 這時候 你從知道 他會用 裡面那種 很強烈 激烈的手段 那就不可能 因為他 從一 他們是 這些是個聰明的小孩 所以他們知道 怎麼去轉換 可是很多人 怎麼去轉換 所以我跟他說 你教了分辭構築 到現在 每年十幾萬考慎 分辭構築 能用到分辭構築 不到千文之一 就是 羅宇恬醫師 都買兩千文考卷 我跟各位同學說 他兩千文考卷 有出千波一句 分辭構築 讓他知道 什麼意思 那所有動詞 都用 你們教那個動詞 高中的英文字很難 但是你要知道 曲線 他們到了大考 在考月圈 在考考圈的時候 在那個作文的時候 全部不到 國中動詞 Do just may have 你現在是感覺 或者是 為什麼 因為你教那個動詞 可以讓他用 因為你教那個動詞 這個是可以這樣用 可是他今天 會用嗎 suggest not 你知道 suggest not suggest not o she'd have to send 可是recommend suggest not 如果讓他選 a cum b 她會 但是叫他選 她就完全不會 也就是從知道 到能夠用 通常是有距離的 可是我弄的沒有距離 你弄的沒有距離 是錯的 所以如果人家學習是到大陸來做 譬如說他會用 但他就知道為什麼 他知道為什麼 他知道為什麼 知道怎麼用 然後其實他不會用 也他不會去 所以看到東西就會開始驚發 所以我們認為這種語言 導致語言心理學習 事實上是這種結構性跟行為 不斷的練習 就可以形成習慣 自然就會有舉板上的認識觀念 其實這種觀念 事實上是對神有效 跟各位書的效 各位講的 這種有效的結果是 第一個 練習的時間要夠久 對我們那一輩 我跟各位在念書的時候 你們都給我認清了 念書的時候 像我們念書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活動用不非常好 為什麼救命英母用活動 因為他們活動 化了實在廢客 因為他們有個體系 是強暴 他們會變成無意識的行動 現在包裝你到背後 什麼可能 太多 太倍的小 所以他不可能 所以他在救命的時候 那些救命英母這種 在他的潛意識 那些英母就跑出來 救了他 那些英母就會出現 為什麼應該是 不斷地趕步練習 進他們情勢式裡面 所以他會拋爆 跳出來 救了他 所以他會用 Tex It makes you very happy 這個音樂就會出現 他會用 I'm delighted 他會用 I'm delighted 這個動詞 這個音樂 他會用 posen my heart jones up 這樣 我活動 那他會用 It makes me very happy It makes me very happy It makes me very sad 他會用這種音樂出現 因為這是國動的方式會出現的 那這是第一個 我剛剛說 如果你是在不斷的練習中 reprudition 習慣不斷形成的智慧 但是另外是什麼東西呢 如果你沒有什麼智慧 你練習過多次第一個 一個是你認知能力跟肌力很強 就是練習 舉行反常不你很強 但是我們你看的是 現在學生肌力又高 但是舉行反過來 認知能力也有很長 現在學生肌力 有些人非常厲害的 他那個 你看到 我跟他那個小孩他們的一個遊戲 遊戲上來 像我都看不懂那個海賊王的演示 他有點跳躍 但是小孩是對那個海賊王 他們的邏輯 他們的跳躍聲音非常清楚 你不覺得嗎 他們的想辦法 直接去玩 知道那個基金的結構的時候 看不懂 因為我們要邏輯性 你不覺得那個 日本法空漫畫 他的邏輯是挑要式 他是圖像式挑要式 他不是一個linear 不是一個線性邏輯幹 我們是習慣線性邏輯幹 所以 我沒辦法接受 可是他們比我們聰明 可是某些時代他們比我們聰明 可是某些時代他們比我們聰明 可是某些時代他們又比我們笨 但是如果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學習的話 要我們這時代聰明才做得到 他們那時代聰明才做得到 他們那時代聰明才做得到 所以他們的基本基金幾乎是沒有的 就是你認為學了很多基型就非常有幫助 其實幫助很大 好 好 謝謝 感谢观看